原唱車還裝的都市中 有些無лек 在現實中把夢想追捉 不放弃就会有希望 坚持才能成功 走出关轨的人们啊 梦恨执着 能够实现的会有很多 再多苦和泪 还得抗着 做一个真实的会 努力 努力 成功就在那里 向你高兽 勇气 勇气 不给自己逃避的借口 我叫李大根 家在大山里 妹妹考上了大学 家里却根本拿不出学费 房子盖到一半也没钱了 爹还把二叔的小三轮给开沟里去了 人受伤了没前置 车摔坏了也没钱赔 为了让我爹娘再也不受二叔的窝囊气 让我妹能上大学 我还要把桂花取回家 我只能决定去北京找刘哥 大根 哥哥 兄弟 哥把你等来了 你这是 怎么着 把家都搬来了 我娘说呀 省着买了 走走 跟我上我那儿吧 不是哥跟你吹 哥哥现在是出门有车坐 家住在长安街 上班路过天安门 下班路过大会堂 这要是在老家 想都甭想的事 那咱这一会儿能看着天安门吗 这儿看着 这是地点心 我爱毕竟天安门 天门上太阳升 别人去唱啊 你都没带电话上去 我还高兴啊 拐过班去 那门在那边 不是 不是那楼啊 竖过来 这个笨的 那边 怎么样我这儿 你呀 就住这床 知道了 这床当年是谁住的吗 是 陈思成 是吗 我住这个 是佟丽雅住的 不错吧 不错 你看这屋里 我跟你说 在北京 有我这么一间房子 那就算成功人士了 好多人都住地下室呢 地下室能不太叫我 那能住人吗 那你刚上北京来 没地儿住怎么办呢 你也就是有灶火 碰见你哥我了 要不然你不也得住地窖去吗 一二三保持微笑 不好意思啊 我迟到了 我觉得我有必要解释一下 今天这路上太堵车了 您知道吗 然后呢 我一不小心就闯了个红灯 闯红灯啊 警察就把我给拦边上了 就跟我说 你小子跑这么快干吗呀 敢投胎呀 我说 让您给说着了 我这不赶着去 参加我爸跟我妈的婚礼吗 警察一听啊 吓坏了 这不才把我给放出来吗 赵博 你胡说什么呀你 就是 那警察要是看见我 妈这么年轻 一定会晕倒的 杨归正传啊 爸 我今天来 其实是给您 当伴郎来了 我听说这伴郎啊 都得是新郎未婚的朋友 是吧 我这一琢磨您这个年龄 应该没有什么 未婚的朋友了 哥们 胡道够了没有 我真没胡闹 爸 爸 我支持您 我还给您专门 背了一份大礼 您看 姥姥不怕 我挺你 滚了一份大礼 都圆圆了 你以为你是谁呀你 小姨是吧 对 我就是你小姨 我今天就作为小姨管管你 你说你说你说 你多大了 还年轻啊 就会玩这点把戏 现在九零后 都开始跟你抢工作了 是是 你呢 在外面一个公司 接一个公司的垮着 家里只会跟你爸闹 你就这点出息啊 说完了吗 你说完了我说两句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你表姐做出这样的事 难道你 你还有心情说别人吗 还有 她这个年龄 都快当她爸了 她不是为了钱 她能嫁给她 谁呢 哥哥 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去去去 滚蛋 滚 好好好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都不愿意看见我 尤其是我爸 谁能说自己大喜的日子 愿意看见儿子来庆祝呢 是不是 你不愿意看见我 我走 拜拜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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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你快去 行了行了行了 行了行了 怎么样 心都被震碎了吧 好 这儿就是北京 北京这车 太多了 我都 我都找不到词来形容它了 我去 我跟你说啊 北京这车呀 好几百万辆 就像咱们那一创业呀 就跟那汽车一样 钱扑后继 可是真正能留下来 扎下根 还愿意往家寄钱的 那就不多了 刘哥 太成功了 太成功了 我告诉您好消息 你工作那事 不是又搭钱又搭关系 给您搞定 啊 真的啊 就在我那个工作的夜总会啊 跟我一块儿当晚 哎呀 哎呀刘哥 哎呀 行刘哥 打电话 我给花儿打个电话 我给花儿 贵花儿 我到了 北京可大了 住的地儿不大 住的地儿就像 像咱们家住卷那么大吧 哎我跟你说 刘哥给我找工作了 跟刘哥当保安 可好了 你小伙儿啊 我看一下多少秒了 哎哎 快快到一分钟了 我不跟你说了 电话被老贵了 我回头再给你打啊 桂花儿 啊 哎 桂花儿 我挂了 我挂了 三二 我挂了 勇气 勇气 不给自己倒闭 啦啦啦啦 北京 北京 欢迎我 我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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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你这是咋活什么呢 刚才院子里我就听见了 不是一个女的 你没见过女的 不是 她没穿衣服 是吗 你干什么呢你这 你这是穿着浴袍呢 谁穿那么少呢就 我还见过比这穿的少的呢 这姑娘我看过 我见过演电影的 就住隔壁 跟男朋友一块 她跟男朋友住一块 结婚了吗 结婚了吗 我 结婚了吗 结婚了吗 结婚了 没呢 爸 没结婚就住一块 没结婚就不能住一块啊 没结婚还有生孩子的呢 这个高博 那天也的确太过分了 是啊 你看看你 都是差不多的年纪 你白手起家 开发出了九龄系统 办公司也办得有声有色 哎呀 你再看看他 两年搞垮了两家公司 几百万就这么打了水漂了 你说像他这个样子 我怎么敢把企业交给他 你要是信得过我 可以让他去我的公司上班 刘总好 里头请 哥 咱这每天都就在这站着干啥呀 那你想干啥呀 不知道 你就跟这混 混够一个月给你一千五百块钱 那老板傻呀 我那啥没干就给他一千五百块钱 老板不傻 你傻 这是刚才过去你车是什么 车吗 车 我还不知道是车 奔驰 S六百 家常版 就这一辆车二百多万呢 二百多万 瞧你这大惊小怪这意思 这是二百多万什么概念吗 咋的 该开始飞下来啊 不是 在老家呀 你能娶一百次桂花 娶一个就够了 你这腰弄都干啥 我还说你能娶一百个桂花那样的 我跟你说 你靠哥们一会儿半天了 都给陪陪他 我给你介绍你工作怎么呀 我给你介绍你工作怎么呀 挺 挺好 可是这些不念友的穿得太少了 你见过什么呀 这里边啊都是有钱人 哪个都得对不起 你记住了 你再多管人闲事 啊 走 快带你转上去 怎么样 风景好不好 他咋穿着睡衣呢 跳的 什么睡衣啊 就得穿这样的衣啊 多看看 多看看 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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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要雪茄吗 多少钱 这只六百八 五百八 别老拿手五的这个 那这个 古巴进口的 九百八 这个 这个十块 看到了吗 是 卖雪茄的 一万九千万 卖 卖啥的 雪茄 雪茄是啥呀 一万 那你说卖烟用就得了吗 好 一口证 两万九千八 两千一根 他刚才说 什么两块钱的 两千一根 两千一根 好 两万 帅一个 骂他 臭表没耍大眼睛的啊 瞧吧 别搞啊 这事你别管了 喂 你俩有病啊你啊 你怎么了 你干嘛 你干嘛 你干嘛呀 你都干嘛呀 大 大 大哥 大哥 我是保安 不行 不行 你们干嘛去 保安呢 大哥 大哥 这不行 大哥 大哥 你听我的 听我的 走走走 咱们走了 老哥 别害你 你这是耍流氓的 疯了你 大哥 大哥 他是新来的 别跟他一篇见识 新来的 新来的 耍流氓是吗 我真的想耍流氓了 你耍耍流氓了 你耍耍流氓了 说 说 强哥 强哥 你说我去 他新来的 不懂规矩 就是他耍流氓 你问问 这女的是不是耍耍流氓 没有 经理是吧 告诉你啊 这俩人 马上给我滚蛋 知道吗 唐哥 你俗嫌丢人羡羊 林文雷 他是新来的 他不短规矩 您再给第一次机会好不好 没机会啊 连你也给我滚蛋 赶紧的 你说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就遇见你这么一扫住心 这怎么能怪我呢 这明明是他们耍流氓 然后这经理不讲理 才把咱俩开了的嘛 你跟我讲理是吧 那我就给你讲经理 人家有钱人是爷爷 咱没钱是孙子 你爷爷跟孙子讲什么理啊 你爷爷跟孙子讲什么理啊 这怎么又扯到爷爷跟孙子了呢 这没钱跟讲理有啥关系啊 那我就知道 现在咱俩没工作了 你先想出一把肚子填饱了再说吧 吃不上饭呢 你跟我讲什么理啊你 我说你今天就不用了 你还来言 你那咱们不知道 你咱们 Não баб不lusion 你还来你说 我要了呢 我给你一个人 干啥来了 他说 你这不都听说了吗 你侄女啊 考上正典大学了 这咱们老李家非营地冒得兴气了 你哥这 供不起 这不 我跟你侄儿来 求二叔能不能 借点 借 跟谁借呀 你是他亲儿叔啊 可你还是他亲爹呢 他说 我不是要钱 就是借点 我说老大 养儿是你的事 跟我有啥关系啊 就你那俩王八犊子 一会儿这个考学缺钱 一会儿这个娶媳妇缺钱 都找我要 我供得起吗 我也一大家的人 我也得养活 你再这说呀 他们都叫你亲爹 我掏再多的钱 那也不叫我爹呀 喂 他说 自己想办法滚一边去 你给我站那儿 你家可有爹 啥啥 不是你有钱你了不起了你 小子 小子 养只鸡能下蛋 养条狗能看门 老大 你说你养的这算啥玩意儿呢 敢在我面前耍威风 敢教训我有本事 你挣钱养我弟弟 你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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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有命 你 sous了 你下手 你下手 小伙子 干嘛呢 我就看看 找工作 那个 是大哥我就想问问 这宠物医院这都是干啥的 宠物医院就是给猫啊狗啊 看病的地 这猫猫又啥可看的 知道我们村里随便养 随便吃死你 货到了 新货 来了 来了 师傅 你看看 你能不能给我搭把手 我里边的医生啊都忙着呢 疼不知碰出来 要不你加点钱 我给你送上去 得加多少钱呢 一袋加五十吧 一袋五十 五八四百块 这推贵了吧 不贵 要不你 找你自己人搬上去 你招点紧 我还得赶紧送下一家呢 成功都收过来了 你 你怎么抢活呀这哥们儿 你不干不清了 真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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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辛苦了哈 大家赶紧喝杯水 多忙了 喝口水 谢谢大哥 这么大吗兄弟 你也帮我搬了那么多东西 也挺辛苦的 你要多少钱 哎大哥 这是实际上 钱啥的 啥就算了 我想跟你说这么个事啊 就是 我爹在我们村里 就经常给这个 给这个畜生看病 然后呢 我有时候啊 就帮着我爹 就一块瞧 那我们家就是 就就就就就就就 就像祖传似的 就都会给动物 看看看看看 那那那你有受益症吗 没 没有 呃 那这么多个兄弟啊 你看我这儿呢 呃 也缺人手 你现在找工作对吧 啊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呢 你就到我这儿上来 当个杂工 呃 一个月给你一千五万块钱 你看怎么样 哎 哎 哎 不是大哥 我就搅着我今天 我就能碰到贵人吗 你看 哎 我 我 谢谢 谢谢大哥 我现在是事业的开创期 谁一开始还没个磕磕碰碰的 好 你看看这个 这都两年前的事了 您现在提他了吗 这可是经过公证的 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那是您那会儿 欺负我您要无知 这儿放到现在我能签这个 你甭说呢 当初你找我借这两百万 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如果预期不能还的话啊 您就必须接受我的一切安排 您要是报复我那天 缴了您的婚礼 那我跟您道歉 跟那没有关系 说吧 是还钱呢 还是接受安排 那您想怎么安排我呀 我要你去新梦想公司上班 新梦想 行了你回去吧 啊 回去吧 阿姨 哎呀 妞妞 阿姨 想不想妈妈呀 阿姨 这是我给您买的应用品 哎呀 您拿着 怎么好意思呢 每回呀 就让你破费呀 瞧您说的 这儿我应该做的 您要是吃着好 回头我再给您送 谢谢小马 哎 上楼坐会儿吧 哎 哎 我把后备先管了 哎 哎 哎 阿姨 我把后备先管 我把后备先管 干嘛呀 没事儿问你 整个后备箱 饭那么多药干嘛 你是卖药的 不是 咱妈不爱吃吗 谁谁 谁跟你家妈 笑笑老人嘛 我妈 我妈需要吃那么多药 让你笑尽她啊 你要是真想笑尽她 最近我妈觉得 这空气不太好 什么满虫啊 花粉呢 要么就买一个 空气净华器 也不贵 反正六七千块钱 不是 我这每挣多少钱 买 肯定买 明天就去买 你还真满呀你 不是 你不是到催促钱 下来娶媳妇 我把钱放你手上 不就相当于 放媳妇那儿了吗 让你瞎说 你俩嘀咕什么呢 没 那个 上上 那个 她有点事 她约了朋友 是吧 我没事啊 你 哎 是吗 是 是有有有 有事 还是个女的 什么什么女的 哎呦呦呦呦 对 女的 女的 好了好了 别迟到了 第一次跟人家见面 千万别迟到了 快点 快点 别迟到了啊 哎 哎 妈 你可真真真 浑石发抖的 咱快上去吧 别有感冒了 胡聪了啊 阿姨再见啊 慢点开车啊 哎 医生 医生 快来看看我儿子 我儿子不行了 哎 阿姨怎么了 谁是你阿姨啊 哎 不是那个大姐怎么了 少叫我姐 别跟我掏劲 叫医生来 我儿子不行了 姐 姐 我们这不是医院 我们这是宠物医院 你儿子病得去医院看 这也就是我儿子 他 他 他怎么了 他从早上开始 就流鼻涕 你看 你看这小鼻子 一直湿漉漉的 是不是发烧了呀 哎呀 这没事 这狗鼻子就是湿的 没事 没发烧 谁是狗啊 你才是狗呢 这是我儿子 你是干什么的呀 我啊 我 我这是打扫卫生子 打扫卫生子 跟着瞎掺劳干嘛呀 医生 医生 来啦 这 这是我们经理的 田地医生 大鼻子 什么事啊 你看看我儿子 你看他是不是发烧了呀 小张儿 来一下 哎 经理啊 带着个女士见医生去看看 好的 你这瓶酒 嗯 好 好 哎 经理 你叫她大妹子 你认识那是你妹啊 你妹 我 我妹 没事 别跟她瞎掺 我干你的活啊 那个 经理 我跟你讲 那狗吧 没病 那 他就说那狗鼻子凉 他就觉得那狗发烧了 那狗鼻子 本来就是凉的 对吧 我跟你这么说吧 但凡来咱们店里面的狗啊 都有病 啊 没病就给它吃点维生素嘞 这叫给主人排油解难 让他们得到点心理安慰 你 不明白啊 有一种人啊 就得花了钱才舒服 花了少了还不干 要不就没法活了 还有这种人呢 啊 自己班的学校呀 多着呢 你就慢慢学着吧 好 好 好 来 来 来 这找你一大圈儿没找着你 怎么跑这儿去了 啊 啊 想什么呢 我发现一个秘密 打你来我们家以后发现不少秘密 说吧 又发现什么呢 就是那个我上班那个宠物医院 啊 是个黑衣店 怎么呢 你想那来看病的那些宠物啊 嗯 个个都花两三千三四千就那样才能除得了那医院的门 现在看病跪着呢 你人看病也得是这数啊 不是 那些狗他们本来就没病 我听那些医生就他们偷偷地说 其实那个没狗给给那个狗打药 打的就是那个什么什么葡萄汁是什么的 那你就打死了葡萄汁 对 就是 葡萄汁干嘛呀 不是 现在你不这样怎么赚钱呢 谁给你开工资啊 那这不骗人吧 这得凭良心做事吧 这年头良心值多少钱一斤呢 他值多少钱他也不能骗人啊 不 我跟你说不着这个 今儿你不痛快 我可挺高兴的 别因为你破坏我情绪 你怎么了 我花五十块钱 办了这儿 啊 开个眼 去 看这个 哎 哎 这是真的吗 我花五十块钱弄的能是真的吗 啊 你别瞧它不是真的 它好使 啊 哎 我要知道能弄这个 我就不让你妹妹上学了 上什么大学呀 费那个事 跟我一样五十块钱顺利毕业 等这条路我走通了以后 我跟你也办一个 啊 哈佛大学 剑桥专业的 不要 啊 这不是骗人吗 这做事得凭良心做事啊 你要是再说良心跟骗人 我得把你轰出去 你你你回去做饭去 做饭去 真不知道这贵婚怎么看上你的 哎 你来看 我臭泥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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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臭子 我臭死你了 你 我臭死你了 哎 哎 你 我臭死你了 哎 有人吗 哎 哎 那个 哎 那个 你先 先来任务 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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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嗯 从今天早上开始的时候 他就呼吸困难 这 哎 一会儿直哆嗦 这狗 什么时候不舒服的 今天早上 他跟其他的狗有接触吗 晚上遛狗的时候 大家的狗都在一块 我估计是给传染了 嗯 但是呢 还需要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 那要做哪些检查 对 做一个全身的体检 从他的大脑到内脏 从血管到骨骼 然后呢 对症下药 保证是药到病出 嗯 行 那要不就这么办吧 嗯 好 我给你们开票 那 那狗啊 怎么 他没病 哎 你打啥的 你懂什么 那狗真没病 你看 就是那个 就是就是那个 你看 哎 你有病啊 不是 那那 那绑他没病啊 那狗有没有病 我不知道吗 那 我跟你讲啊 我们家小叔吧 养过猪 养过羊 养过牛 那好多的时候 他们就吃东西吃坏了 就是这样的 我爸就是那个 就给动物看病 他能看明白这些事 你们家那猪那羊 那给狗比吧 那那你也不能骗人 你这让他坐这检查 坐那检查 那得花多少钱 那是不骗人啊 你小声点 这是医院 我是医生 你一拖地的 拖地 不管我是干啥的人 医生 你能不能让你身体 赶快看看他 不要宝贝都不行啊 不是 你们家狗没病 拖地 他这一拖地的 他有病 我们上他做检查 妈 妈 你快点 哎 哎 牛牛没事吧 回去打打针 吃食药就可以了 那 那 这要多长时间呀 十天半个月吧 那么长时间啊 不行不行 这这 这我们家牛牛 挺没有那么长时间 有没有其他办法呀 那我们还有一个 非常快的治疗办法 什么办法 换血疗法 换血 换血 对 换血疗法 最快捷的治疗方法 我刚刚说过了 他有心理率阶的迹象 即使现在治好了 也活不成 那 那这些加起来 要多少钱呀 两万多吧 行 开票吧 开什么票 开票 你都有病 花两万块钱 干嘛呀 你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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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根 没事 你别别我 你松手 你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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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牛 你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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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神经病 钥匙 快点把钥匙拿给我 好好好 我去拿钥匙 你等一下 等一下 牛牛 开门呀 开门 牛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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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牛没事吧你 你神经病哪 啊 你干嘛呀你 不是 你们家狗没病 你 你 这你从你们家 那狗腿里吐出来的 你就这玩意儿 你吐出来就好了 妈你昨天给他吃什么了 你还在吃什么 晚上我忘了放冰箱了 一定是他偷偷的 单独的车给椰住了 我说没事吧 没啥事 真不好意思啊 那你帮我包拿过来 真是不好意思啊 所以 你先抱一下 你看我们这 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这样吧 这个 那个 不好意思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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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着 拿着 拿着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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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 别碰 别碰 他这是什么呢 你是 不是 这就因为李医生 对对对 人家那狗本来就没病 就吃过什么糊就卡住了 非得说人家狗病了 要给人换血 花好几万块钱 你是医生人 你是医生 你懂吗 你会看病啊 大姐 你听到胡说八道啊 连行李这儿都没有 在我们那儿擦地的 不是 听到胡说八道 谁谁胡说八道 我没胡说八道 本来就是 这就像这样的狗 这本来就没什么事 来这儿有多少条 都是让你们给看出病 给看死的 我闭嘴 不要害我混蛋 大姐 你别听他的 他脑子有病 他神经有点问题 那个大姐 这个片子我都看过了 李医生给我看过 这个狗呢 我建议你们呢 还是留在这儿 为了这个安全起见 再那个 好好地观察一段时间 观察什么呀 我告诉你 他们家那片子也是假的 那片子是有病的狗 你们家狗没病 听见没有 李大哥 你给我回来 你给我回来 你到了 你好兄弟 你知道弟弟站在哪 我不知道 大哥你知道弟弟站在哪 我关你打工的 我也不知道 你好 大哥我想问一下 你知道弟弟站在哪吗 地铁站是吧 正好我也去 跟着我一块走吧 对了还有那个招聘的事 你赶快扎紧啊 那个 那没问题 高博怎么安排 高博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给他安排个什么职务 还要职务 把他供起来啊 不是我是怕 怕什么怕 没什么好怕的 这事你别管了 你干吗呢你 防什么呢 防贼呢 不是 我就觉得你现在吧 对我特 你 你看你 你看你磕着了吧 走走走走走 办公室啊这是 不是 没有我就是觉得 我就觉得 你觉得你对我特别冷淡 你现在对我 真的 那你希望我怎样 不是你说你 你看 就摸一下你就 这不早晚是 咱俩 什么早晚什么早晚 谁让你摸了 这是我的 这不是你的 早晚是我的吗 什么你我 不是那什么 我就说呀 你最近对我特别冷淡 好久都没对我笑了 你 你这又想让马儿跑 还不给马儿吃点草 你对我笑一个吧 虽然有百分之八十是敷衍 当然也行 凑凑看看啊 去办了 你脚没事吧 该走 对了你你你上 你上那个人才干嘛去啊 人律师长 对人律师长 人律师干嘛去啊 找什么工作 那儿能找什么工作 那儿都是包工头 找干活找搬砖的 我在农村我会种地 我会盖房子 那时候还行 哎呀那叫什么工作呀 你你叫什么呀 我叫李大根 李大根是吧 我叫余超学 来来来来握个手 我跟你说啊 这茫茫人海之中 咱们两个人就算认识了 这是缘分 我给你只尝名道 你去不去吧 啥 啥道啊 我今天也是去找工作去 去应聘去 你知道吧 有这么一家公司 叫新梦想公司 你愿不愿意去 那是干啥的 找销售员 那我不行 那那那那 那都是要 要那个什么文明的 你那个你 你鱼哥你看你这样 你吃不大学生 我我大学毕业啊 对 我高中都没事 你让我去不行 人家就管你 有没有这个能力 有没有这个脑子 有没有这个毅力 有没有这个恒心 我跟你说 有的是机会 就是干销售员 我跟你说啊 你干了销售员 再加上你动这个脑子 有这个毅力的话 你月收入十万 年薪收入百万 那就根本不是传说 真的 那那卖啥呀 卖的是理念 理念是卖啥呀 理念就是 就是思想 好 大家今天做得很好 我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奇迹 让我们用全身尽的爱 去体现今天 让我们的力气实现共识想 加油 加油 大家开始工作 那个夏总 你好 我叫余超群 我来之前呢 对您那个和公司 都做了一些那个功课 你先待会儿再说 我先让我说 那个您是那个 您英文名字叫Sammer 然后您毕业于 哥伦比亚大学MBA 那个您那个 师从的是管理学大师 詹姆斯先生 您在校就读期间 您跟您的导师一起创造了 震惊销售界的这个 九龄销售系统 我应该没落什么吧 很完整 但是有一点漏掉了 还落下来 那您说你落下什么了 我不喜欢别人拍马屁 你是那个 对对对 我是宠物医院的那个 我 我叫李大根 那你过来 我 那个她过来她是跟我一块来 来应聘咱们这个销售员的 对对对 行 那你们先去填表吧 什么意思 李大根 他还怎么着 我得对你管不相看了 你 你还认识夏总 这是这是老总啊 我认识啊 那个原先我在宠物医院工作的时候 他去那儿看过病 你在宠物医院工作的时候 夏总在那儿看过病 那你还是我也看好的呢 你没病吧你 李大根 你这 行了 反正甭管怎么说 你 就即便你是个寿物医 我也是算遇上贵人了 走走走 我不是贵人 他家狗才是贵人 走走走 好像没有要求他 小姨子 谁是你小姨子 我是你小姨 你过来干吗 我这不是 报道来了吗 从今往后 我可就是你的人了 你可得对我多关心 多爱护 想得通了 进新梦想 一直都是我的梦想 想进我的公司可以 但是要经过考试 什么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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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搞错吧 宜文 我一堂堂的海归 进你们这小破公司 我还得考试 不管你是海归 还是乌龟 还是甲鱼 都得考试 我还以为进了海归市场 这么多归 那我问问你们 你们谁有此够给我出题 我劝你了 千万别让自己下不耐台 我就是想看看 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海归 是有多大的能耐 行了 海归 填上报名表去 好 那就 等着迎接我的挑战 好 这高门远呢 怎么生出这样一个阎王爷 看我怎么灭这个小阎王 个人这特长 我啥特长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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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这 这不给你也认识吗 面熟就是 面熟 面熟 夏总是女的 你面熟 这 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 也是女的 你也是面熟 你 首先你个人特 特长 你就写着 面熟的女人多呗 静 静呢 静呢 好 看什么看啊 没见过鹤里鸡拳啊 好 把头抬下来 咱俩是不是在哪见过啊 是吧 我想想啊 在 在 真是我看什么面熟 完了 在那个 我想想啊 这回男的吗 在在在 在在夜怎么会 对 哎 你就是被强子打的那服务员吧 对 我就是让强子打的那个服务员 我 保安 强强的人 我 爱越来越少 只剩一秒 这世界 没有天荒地老 不知谁在逃跑 借口不用多好 看不见也不必 烦恼 很想被毒药 心要停跳 这一切 不该无可救药 是非不必明了 如何才能忘掉 不面对 也不必吵闹 爱能否成为依靠 爱能否成为依靠 恨是否承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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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恨之间 爱恨之间 之间的吵闹 真的不再 不再需要 爱能否再多一秒 爱能否再多一秒 恨是否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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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恨之间 爱恨之间 爱恨之间的微笑 再多一心